HELLO LADY SEN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NC小葉 丁丁丁 經過了上週的週末 我們為期四天的第一階段冷戰BETA測試也即將告一段落 而今天這部影片呢 小葉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冷戰第一階段BETA測試的批判內容 那已經很多人會說這只是BETA而已有什麼好批判的 但是在我個人的想法裡BETA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讓玩家去體會並找出油缺點 加以改善之後並在遊戲發售時推出更符合玩家期待的產品 所以我也才會做這次的批判影片 為的就是要是工作室裡有任何人看到 或許可以當作是給他們的一些參考或是意見 有玩過搶劫BETA的各位也不妨於留言區留言說一說你對這次BETA的想法吧 那麼就事不宜遲讓我們趕快開始吧 Let's go 那以這次的BETA來說 有幾個致命性的缺點讓我不得不提出來 第一項就是我們的解鎖進程 由於官方政策的關係 在這一週的BETA裡等級上限被限制在25級 讓許多會影響到遊戲核心玩法的特長與王牌都被限制住了 所以也間接造成玩家對於遊戲玩法及特色的認知錯誤 像影響爆破武器致命性的防暴特長 降低整體動作聲響的忍者特長 以及允許玩家裝備多個特長或是額外配件的王牌等等 都不在第一週BETA等級的開放內容中 那現階段玩家對於遊戲的認知和體驗 勢必會在等級開放之後有著極大的轉變與衝擊 也意味著第一週的BETA對於認識遊戲本身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幫助 而這個問題同樣也發生在武器本身的解鎖上 在第一週的BETA裡若想要將一把武器練到滿等 也就是可以自由選配所有配件的情況下 需花費大約6到7個小時的遊玩時間 那大家也都知道 多樣化自訂的槍匠系統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影響遊玩體驗的 且以BETA的主要目的來說 應該是可以全方位的去測試並收集資料 找出Bug或平衡問題並加以修正 但如此限制的遊玩體驗 不僅會發生上述認知體驗錯誤的問題 還無法精準的分析各個配件的平衡以及影響 更不用說因為槍支太難升等 許多玩家乾脆直接使用預設配置 不僅特長多配件多 預設配置的槍支表現也超出標準槍支一大截 讓第一週的BETA除了那幾把預設槍之外 幾乎都看不到別把槍了 當然如果將這次PS限定的BETA作為BONUS 第二週跨平台BETA還是正式的話 是也沒什麼好抱怨的啦 但至少希望在槍支升等上可以稍微下修 或是開啟兩倍的經驗 不然直到第二週BETA結束 大部分的玩家大概也只能玩個一兩把槍而已喔 那接下來第二點是連線品質 雖然說決勝時刻系列一直到MW之前 整體的連線品質其實都不算好喔 比起同為東亞區的日本、韓國 我們的PIN值總是要高出個50到100不等 但說真的 這還是我有史以來參加過連線品質最糟的一次BETA喔 雖然說時好時壞 但超過八成以上的場次連線品質都很糟糕喔 最基本的延遲、順動、吃子彈就不用說 這一次的BETA測試更是展現了令人驚艷的擊中判定喔 小隊看我那兩把躲Lag 你看有躲Lag 你看有躲Lag 我都用點的你看有躲Lag 來了來了 我都用點的有躲Lag 你擺機已經開下去了 然後大概過個零點 對啊 剛剛說網路沒有問題的人是誰出來再講一次 你看著這個畫面再跟我講一次網路沒有問題 我血淚都流下來了你知道嗎 而且都是耗發在PIN值偏高的玩家身上 當然 一開始我也懷疑是不是自己的自尊心作祟 但在四處調查了一下各國的情況之後 也確定了不是我個人的感覺問題 Treyarch工作室的Studio Design Director David Von Jahan 也對此問題發表了公開聲明 且已經積極的在處理當中喔 希望在第二週的BETA裡可以盡速的修正這個問題 不然真的有種讓人玩不下去的感覺 各位要是有跟到我這幾天冷戰的實況直播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對網路品質抱怨了不止一次 最大的原因其實並不是我要說遊戲的不好 而是在體驗過為數不多的一兩場正常遊戲之後 其餘長出的高延遲和拖滯感實在是破壞遊戲體驗的最大阻力喔 其餘細節像是槍聲音效動畫以及動作系統 我個人覺得是比起Alpha有了許多改善 但是相比MW應該可以再更好 不過已經不到我個人感受到不適的程度了喔 而畫質方面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大變化 但有極大的可能性是因為PS4的極限已經封頂了 所以上面的缺點也沒有提到FOV拉大之後會掉幀啊 或者是某些地方會變成方格化之類的問題 那我個人呢還是更期待PC以及PS5等次世代主機的畫面表現 由於這部分還是比較主觀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當參考意見的觀眾的話 建議還是在這週的週末親自去玩一下PC的公開測試 來體驗一下你對畫面表現和聲光效果的感受 在這邊總結一下 因為冷戰不同於MW的快節奏和高血量 使得許多常出現在COD裡的刺激場景 不再是因為壓血帶來的緊張感 而是槍槍到位決策俐落的滿足感 那目前就遊戲沉浸感來說還是MW更勝一籌喔 但說真的兩者比較之下我會更喜歡冷戰帶給我的遊戲體驗 更加獎勵對槍準度、情勢判斷地圖分析等等 讓我在遊玩冷戰的多人遊戲時 可以更容易感覺到長期的戰略性應用 而MW的話則是比較偏向瞬間的反應和短期戰略的應用 當然人各有所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或是不喜歡冷戰的多人遊戲其實都還算正常 那不知道各位對於冷戰的第一週Beta有著怎麼樣的想法 也都歡迎於下方留言區留言跟大家一同討論 接下來在第二週的冷戰Beta裡面 我們的多人遊戲又將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體驗 就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的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還喜歡看到更多更多的新資訊的話 別忘了留下你的喜歡 並按下訂閱、點想鈴鐺、閉碼、喜歡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的玩家知道這些新資喔 那麼我是小葉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拜拜 拜拜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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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動 這次的朋友 有機會 我們表現 發動 這次的地方 我們是有機會 to buy it make the full zone ours protect our territory and run down the clock victory's called you did the work of a nation come on home fix hi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